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确实说他们有考虑过 所以康然俊 现在国民党到底要推什么样的人选 大家都得猜猜猜 而且曹环隆今天早上去领表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说 第一个他没有跟韩国瑜谈过 第二个他不是韩家军 但问题 那不是韩家军 谁是韩家军 没有 不是 问题是他的指标性很强 他到底是谁要先跟过人朋友讲一下 也许很多人跟我不认识他 是 其实前一阵子他的名字常上新闻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是那个奇怪 发了一个简讯 说什么你知道 讲说要出来监票 然后让站出来的人有压力 就投罢免票的时候 那个迷政局局长 朱队友 我觉得他是朱队友 我跟你讲 当时很多人认为说 韩国瑜被罢免的这件事 跟他这个简讯是有关系的 结果他今天出来讲什么 他说寄望韩国瑜 他们觉得说那个团队 应该让他继续能够延续下去 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他自己在脸书上面PO出来 他去参加韩国瑜 那个什么生日宴那些 他就PO出了这个合照 那当然让大家觉得说 你的关系这么多 他还成立粉砖你知道吗 想说要大家支持 不过他有讲 我觉得也帮他讲一下 他说如果最后国民党 出现的人选是谁 他都会去支持 这就他会说话 但问题是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讲说 国民党好像找不到人 要补选 因为不算一定是输的 结果陆陆续续 一大堆人跳出来 包含李雅靖 陈梅雅 黄少廷 这个都是议员级的 其中有被点名最多的是什么 乌丁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 不分区的这个立委 但问题是这个人 被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觉得是在为立委选战 有些抹枪 对 有些人觉得艺人是这样 有事要选立委 所以现在地方上抹抹枪 而且有些据说 嗆得很凶你知道吗 还去跟党中央嗆说 你如果没有提名我的话 我们就是地方上要翻一圈 你知道吗 但是据说国民党说 台面上你看到这些 都已经出局了 那会不会有我们猜不到的 会是历史哥吗 历史哥在今天 来到这边现场 我们来问 国民党自己都承认 确实有考虑过你 有人找你吗 确实是有 接了好几次电话 谁啊 这个 我只能说 先不要曝光好 既然没有见光 但是我们要知道 够不够高层 够不够核心 有党值 中生代 很知名 台北市 这样可以了吧 这样我也听不懂 有党值 中生代 很知名 台北市 台北市 这样这样 有党值 中生代 很知名 按照过去国民党的传统 像这种地方上的选战 真正要知询的人 就是秘书长 所以是秘书长吗 不是 OK No talk 都到这里 好 所以不能说是谁 但确实国民党有核心人士找过你 是 对 可以这么说 那他照念是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份期许吧 他们觉得 不然他们直接挑评说 你要不要出来选 鼓励你出来选 对啦 当然就是讲 一定会聊蛮多的嘛 这个电话啊 谈论啊 都有接过 好 那继续为什么国民党 确实有考虑过历史哥呢 因为他年轻 没有拍戏包袱 不是正二代 而且呢 在韩粉里 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是吗 我觉得这件很好玩的是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说 台面上曝光了 可能会见光 这是国民党的特色嘛 见光就要死掉 那第二个就是高雄 其实地方派系 是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也是 土生出场高雄啊 连我的YouTube 我就叫高雄历史哥了 因为我自己也是高雄出生 高雄长大 对 那我现在高雄结婚生小孩了嘛 那其实这个地方派系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会卡来卡去 不然事实上 议员几个都还蛮年轻的 那符合年轻啊 是年轻人 都是把口罩这样挂在手上吗 因为我太太是护理师 所以她说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很年轻 是 那我觉得也是这样啊 就是说 这个第一个 其实老实讲 你年几岁 你三十一岁是吗 我刚满三十二 刚满三十二 对对对 刚跨过那个儿立的门槛 我刚满三十二要选市长 这没有 我讲的是说 非常感谢大家的 承蒙大家的爱戴 我真没想到说 会想到我 如果今天是我出来的话 那当然可能就创 你这个地方自治史的记录嘛 你最年轻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 那这也是一份沉重啊 就是说 也是这个分量很重的这样 我们现在 你刚才在讲 它的特色里面 其实你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民党现在坠落 最惨的就是完全没有网军 而他是 我讲啊 我说他在网红 他是网红 特别是在韩芬里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而且他本身呢 又是YouTuber 是 所以现在呢 民进党的1450 这一块用年轻人去带风向 所以呢 其实国民党去考量他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骑兵 不是骑兵 因为第一个呢 我看到他的家事背景呢 他父亲是 夭壽绿 夭壽绿 对啊 你爸是夭壽绿啊 我爸蛮生绿的 我爸 我从我大伯到小姑都是绿的 对啊 所以他本身出来 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话 第一个他就说 一块块都夭壽绿啊 我现在要烂 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了 第二个 他又是YouTuber很成熟的 的一个 知道网军的属性 那其实 国民党现在最惨的就是 国民党现在几乎没有 网军这一块 一个比一个老 而且像你跟 你说国民党立委 现在党中央希望他们能够 好好进行粉丝团 如果你有个八千个粉丝 国民党就说 进行得很好啦 他是十几万 他十几万啊 所以国民党如果想要弥补 而且民进 国民党现在其实已经认为 他们高雄市长 大概没什么希望 来 任君 不是 我问一下 因为我刚刚讲说 过去国民党提名 真是会去征选的人 其实最后应该是秘书长 那国民党现在秘书长是李前 你还是关心到底谁叫他 那当然李前隆不会是终身带 李前隆的辈分他不会是这样 但我其实我讲 我诚实讲好了 我刚刚录影之前 我大概问一下国民党党中央 那他们其实是 没有人承认说 有找过你的这件事 所以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你往自己脸上贴金 是不是党中央的人 你只要讲就可以了 因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 国民党当然有很多人 都在这一段时间 表达他的意见 那这些人仅止于表达意见 那他不能代表党中央的决策 那我所问到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 党中央能够跟提名的人 沾上边的这一块 其实他们并没有说 他们中央的部分 有征询过你的意见 中央 我觉得党最中央应该是没有 他应该不算 但是anyway 就是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这种问 从来就是 先有记者风声 然后呢 接下来在可能广播节目 然后接下来爆派 然后爆派之后 就有人来打电话 但是记者会有风声一定是有人 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这我就不知道 记者也不会自己乱写 而且你也承认 国民党也承认 到底有没有党中央 我刚征询过他 到现在我们人家没啥啥 我先举一个例子 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纽约市长朱莉安尼 人家拍他的电影的时候 他在选举的时候 有很重要的特色 只要旁边的幕僚 跟他报告任何事情 他已经回头问说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问他说 议题在哪里 所以当一个政治人物 最重要你要引导议题 你要知道 他一个31岁32岁 32 自己做一个YouTuber 从大家都不知道 到国民党已经开始有人说 应该找他 到他到处去上广播 上电视的时候 他已经在国民党 营造了国民党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他能够制造议题 好 他说他不是韓粉 他不是韓粉吗 是素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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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是化小爱为大爱 而且我们的韓市长说 当一个小为韓中口的时候 他一星期三天 带到我们家庭 大家说好不好 这很麻烦 他一变成这样说 不是韓粉 这样像是韓粉 所以康玉成 我要问这件事 所以康玉成说 上次的C古巴音乐会 你就是金主 你是法治人 我最近有三个大标签 第一个大标签 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中共同路人 对啊 我现在开台都这样说 各位同学好 各位同学好 各位中共同路人晚上好 因为没办法 今天只要跟这个 执政党的这个行政的方向不太一样 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我就说 第一个中共同路人 第二个被调大金主 对不起 我不是大金主 我们只是老百姓而已 我还开1.6国产小车子 就从来没有换过 就从我做YouTube之前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生活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那场音乐会 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 我们就是 那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一个协会 那我是协会的负责人 然后我去申请入权 那是否合下来 就这样子 这是你去申请的没错 对对对 那新闻局总裁 那不要说金主 这个入权的申请 我要先提一下 因为过去我们很多人民团体 都有在申请入权 一般来讲 申请入权不是跟市政府申请 是跟他这个申请入的 这个所在地的警察局 或是派出所去进行申请 然后他们针对他们状况去合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 其实是由新闻局的部分 他们出面去做申请 所以这外界才会是质疑讲说 第一个我想这段时间 质疑的点很多 包含都要 你们协会虽然是成立 因为成立的时间非常的近 而且到最后 其实合可的文昊 其实都还没有出来 理论上来讲 就法律上面来说 你并不是合格的人民团体 因为你并没有被承认 而且在当时的时候 并没有核准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申请的流程 其实也跟过去 其他人的申请流程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直接 跟这个派出所那边 然后去登记 去排 那你们的做法 却是透过了新闻局 然后由新闻局 那边申请到的入权 然后再把公文转给你 变成是由你们来申请 这个对外界来讲 当然会有很多好奇 因为大家都常常在申请入权 台北市一天到晚在抗议 那也没出现 好奇 你就说太白了 说你们是不是用特权嘛 这个事情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也是有跟警察一起申请 那第二个就是 新闻局是指导单位 那至于说 他跟新国处怎么建 那个是新闻局去处理 我们有拿到文嘛 然后再来说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成立 我们很早就发起了 发起成立 那你也知道 官察机会往来文要时间 所以我们在6月8号 开完成立大会之后 6月9号晚上去送件 那6月10号 他说他收到文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还没有文昊什么 不能去申请这个 那其实只是出一个 刚才说我切割行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湘婷不代表 是他的粉丝 就算我是娟姐的粉丝 我看娟姐的节目 不代表我是娟姐的粉丝 所以你不是我的粉丝 没有 当然现在是 今天来就是粉丝 今天来就是粉丝 看到那么漂亮 还不是粉丝吗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子 不是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 一般来讲 不 当然不一样 喜欢归喜欢 但是上台去助讲 这是两件事情 我说真的 我们也都助讲过 这个要到助讲 是拿自己的脸出来 跟人家大家推荐 所以如果这时候 因为大家有时候好奇 就是你前面 因为我再直接 请问另外一件事 因为你刚刚都已经讲 你不是他的粉那也OK 但是当时韩国瑜的时候 有一堆的直播主 就是大家都跳出来 挺说挺韩国瑜 但是因为后来有很多的传言 导致有一些人也跳出来 讲说没有没有 我们不是 还有些人是收钱的 我真的想请教你 你当时那一批人 甚至你就在讲 你们有没有跟人家收钱 是有人请你们出来做直播 因为有一堆直播主 有承认这件事情 说他的挺是因为收了钱 做业配 烈许哥你的YouTube也好 你的FB也好 有没有收钱 因为你刚刚说 你的客户也找你 你怎么会有客户呢 那显然就是要收钱 那是我本来的职业 你本来你本来做什么 我们家一夜做会计相关的服务 你做会计工作 对 所以我本来那是以前的好朋友了 那我一个 这有好几个问题 你是会计工作的客户 我觉得那个是 就是以前的客户 那我现在这有好几个问题 要包裹一下 第一个呢 我觉得我个人信念是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戴我帽子 我都接受 但是我自己是不分政治人物 我就只支持有做事的人 就这样子 那至于大家在台北看到 跟高雄 我们自己体验到的不太一样 大家知道这一次 很多是北漂回去 就是支持就是罢免 罢免韩国瑜的嘛 所以当然在地敢说 我现在就真的住在高雄 那我也在高雄结婚生小孩 那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切开 就像任俊哥去帮政治人物站台 你就变他的粉丝嘛 也不是嘛 所以我觉得这要切开 就像朱立伦帮韩国瑜站台 你会说朱立伦是韩粉嘛 不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信念问题 因为千万不要粉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极致三七 他一定会有他政治生亚变来变去 你不可能永远信念跟他相同 我短短回你一句啦 我刚刚特别强调就是说 你现在把这个所谓 站台跟粉连接台 我跟你讲好 站台是这样 你只要站上了这个台之后 你就是推荐他 但我想问的是 你会出来选吗 你会想出来选吗 不管国民党 我们现在先不管 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第一个被肯定 真的是受宠若惊 我妈是说 那天那八股文不用说 不是八股文 我用年轻人的讲法很简单 今天被肯定是受宠若惊 你说今天有没有希望我们社会可以更好 我现在再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而你要不要出来选 你想不想出来选 你直接说就好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希望明天更美好 因为我也知道 大家都希望明天更美好 对啦 所以不用说 八股文不用说 你会不会想出来选 或有意愿出来选 我希望台湾社会如果可以改变 那成功不一定在我 就这样 不 听不懂 所以会还是不会 你有这个意愿吗 我是希望可以对台湾 对文化这些去改变 所以有还是没有 算起什么事情 也不是希望不希望 那是要领表 那是要去努力 没有 这有时候 也不是我们说 说A或B的问题 那你心里的意愿呢 我自己是希望台湾可以变好 高雄可以更好 搞了半天还是没说清楚 但我之前有看到你在 你的粉专上 有预测2020大选 我觉得蛮准的 因为你讲到几个关键 到底2020 蔡英文会不会赢 韩国瑜 有没有机会 你分析了 包括你说韩国瑜 会不会赢 关键是在民众 到底多少人讨厌韩国瑜 等等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精辟 那我们可不可以 来预言一下 或预测一下 你在看这一次 2020的815補选之战 会打成什么样的局面 我讲一个 这个 我跟曹局长也认识 因为现在他是第一个 明确表态要去领表 因为我之前去采访过他 所以我跟他也认识 那我觉得他有一个 先兴次贵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鞋鞋 本身是多姓还是有差 他是多姓 他好像是一半一半 但是这个 就他比较劣势的地方 我要喊几 对好像是 所以你认为这是他 他可能比较劣势的地方 但是这个很难说 然后决定陈其迈的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他一面真的很大 但是决定他最后 隔票高低的 就是 这一批北票大军 有没有再回来 鼓动那个气氛 这样子 所以 赢命很大 但是赢多少是一个关键 好我们来看 陈其迈 已经决定要投入骨血 他说 说到更严 对我来讲 我一直强调的是说 不管我人在哪里 高雄都是我一生 选命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故乡可以更好 这个是我做一个高雄子弟 一辈子努力的目标 所以当我有任何的决定 我也都会基于这样的一些考量 历史哥 人自然笑人 但是 真真见血 他谈到派系整合 这次整合好了吗 对民进党来讲 徐希和勇言会整合好了吗 对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这一次的高雄市市长 胜选大概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必须讲 这个氛围上面 其实就是 到底出来多少人投票 然后最后得票率多少 其实是关键 但问题是你总不能太难看 以前大家都讲说罢免很难 就是要贏但是不贏得太难看 对啊 你不能说 算贏得很漂亮 你如果说算贏一票就贏了 到时候你就败咖 只记得一件事 国民党在高雄市议会 还是最大的党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败咖市长 没有庞大民意支持你的话 大家都说不好意思 人不是听你了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他确实是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 他如何在补选里面 要选得很漂亮 所以民进党现在就传出一个讲说 他们要打总统级的选战 以补选来讲很少这样干的 补选要搞到总统级选战 我跟他上次有一次是在台中市的 立委博算 我感觉这次是今天在拚民主 我跟你说 民进党拚民主 所以这次要拚民主 我跟民进党拚面子很会做 我刚刚讲说 像盐宽恒那边的什么补选 那个真的是大咖都进去 这次也一样 其实在高雄来讲 最多的大家就觉得说 陳菊的菊系掌管的高雄非常多 可是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因为菊系自己派刘四方 所以那时候弄的那个补选 弄到一大堆 意见一对 后来陈菊出了一个回忆录弄坏 可是这一次我跟你讲 陈其迈厉害你知道 他直接跟这些局势 新潮流甚至K-PAP 全部都拿到了 意思是什么 大家都说好了 所以你回来看陈其迈 所以整合好了 你仔细看陈其迈的 所谓的浮选大将 我先点两个人 第一个是赵天霖 另外一个是许立民 赵天霖是海派 对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点出来 因为海派现在其实 他们在民进党里面 其实拥有一定的分量了 许立民是谁你知道吗 许立民之前是陈菊的副市长 后来陈菊到总统府去了之后 他变成高雄的代理市长 所以他完全代表了局系 以前认为说局系在这一块里面 跟陈其迈可能有一些意见上面 的不合或什么的 不行 现在许立民出来 把刘四方拿去当总干事的 这个召集人 我跟你讲 其实意思就是怎么样 局系在这一站里面 挺下去了 因为我妈妈自己讲 他说搞到最后 我们变成了流亡政府 不是我跟你讲 有什么要停 所以现在大家坐在 同一条船上 因为局系在上一次的选举里面 其实受伤很重 我说受伤很重的是说 高雄人其实对于陈菊 那时候在高雄 觉得说陈菊的那个 他能够押注很多事情 可是他的团队 大家很多人不信任 所以后来在选举的时候 一打四五团队 打四五团队 结果就怕死了 所以才会讲说 陈菊他们其实那边 也看清楚说 你这次没跟陈其迈合作 你自己的人敢做出来算 你没法出来算 海派小庭是理想当的狼狼 特别是这一次 赵天宁下来之后 等于是破除了之前 大家说海派已经 跟陈其迈戒行禁运 或者已经有了矛盾 那赵天宁一出来 就破除了这样的说法 而且不只是这样 包含地方上 还是有一些派系 你可以看得到 譬如说陈起义 前高雄市的副市长 黑派 还有前高雄市长余政宪 这个有很多人 其实现在在台面上 说真的已经比较少了 可是他的地方的 这个庚余政宪 刚历史哥都讲 海市最重要 黑派 安排 八派 这三个我跟你说 你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愿意到台面上 我现在讲还是这样强调 跟站台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赎底下给你提示一回事 我愿意站出来掛你的名字 我跟你说 这就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是站在你同做好 从来没有任何一场选举 是可以躺着学的 所以我们相信这场 高雄市长补选之战 仍然很精彩 要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同样要继续看下去的是 医财风暴 虽然医财风暴已经战缓 但是医界有新的反弹声浪 说什么呢 说我们要拿回定价主导权 我们今天要谈谈 这个定价主导权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医生群起反弹 说我们一定要拿回主导权 这两天我们持续关注医财风暴 有邀请过心脏科医师 有邀请过眼科医师在街 特别来谈谈谈骨科 所以在刚刚稍早 三种骨科医师 花石原华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 好 华医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觉得骨科医师 蛮像水电工的 你这骨骑这么多 看起来 水电工的楼梯 是什么骨骑 一大堆 我刚刚不小心快要掉下去 医生马上跟我说五万 吓我一跳 所以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这一次医财风暴 会掀起滔天巨浪 为什么医界反弹会这么大 今天来谈谈骨科 来 医生你先告诉我们 你带回来的这些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个 我现在待在现场 刚才所看的就是 我们现在在 这次这个 致费这个插架 被一刀切的 对 这个呢 这有不同的 这种材质 各位看一下 这就是陶瓷 陶瓷的什么 这是十年前的科技 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这是髋关节手术的 全髋关节置换术 问一下 这是模型还是 这是实体的拆下来的 所以这个要装在 我们的关节上的 对 只要拆下来就是一个 失败的手术 所以这是从病人身上 失败手术拆下来的 对 所以为什么会拆下来 代表这个东西 还有进步的空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也是要装在我们身体 那么重 对 这个是屋顶 所以我们要一个坚强的屋顶 然后再把一个适当的 陶瓷的屋顶的秤点 秤点放进去 再把一个可以转动 随意转动的这个轴 装上去 那我们知道这个 装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我们三百六十度的活动 所以第一个止痛 第二个增加功能 可是这个很重 装在我们的身体里 没有重 这什么 整个 整个 整个我会拆 在病人身上是无价的 不是 这我掉下去坏掉 做整个 整个 所以这是一个深部的关节 而且掌管人体的中枢的体重 所以你要打得牢 打得深 摆得正 才会用得久 可是问题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 所以根据一年来的临床经验 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经过 FDA欧盟的通过 可是到最后的结局 各位看一下 磨损 这产生了巨大的免疫反应 造成了骨头的溶解 造成病人的疼痛 肿痛 脖形 影响生活机能太大 医生 我们因为很外行 所以我问一下 健保给付的是哪一种 在现场有吗 健保给付的目前 很对不起 因为现在这个非常的好 我目前没有翻修 所以我没有实体 这个就是紫陶瓷 就是这一个黄陶瓷 它的新一代 紫陶瓷 对 以前的话 这个黄陶瓷 这是健保给付的吗 还是我们自费的 要自费 差额给付 差额给付 我是说 如果我们不要自费 健保给付的是哪一种 因为我想知道 如果不完全用的是哪一种 就是这一种 那这个也是吗 这个也是 所以最后会被找这样 对 如果你是高活动者 高活动者 或是体重过重 那这一次引起争议的是 自费的是这一种 对 陶瓷 陶瓷的 然后现在 衛服务部本来想把它一刀切 那所以一旦一刀切之后很可能 这个两个都没有 这两个都没有 陶瓷都没有了 就只剩下这个基本价 只剩下这一种 对 因为 那你说这是从病人身上拿下来的 对 所以这不是我们科医的 真的就在病人身上 就变成这样 不是 这完全是魔号 来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很可能 如果一刀切的这个政策 真的上路的话 很可能只剩下这样的衣材 留在台湾 那好的陶瓷衣材 就会退出市场 这个还是十年前的产品 黄陶瓷 黄陶瓷 现在是紫 紫陶瓷 紫的 更贵 那这个是什么 它差别在于一个 这个是超纳� 这个是工具吗 这个是就是饼 我们这样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支撑 可以做前弯 伸展 内缩 所以这个也在我们身体里 对 这个在鼓鼓 就插到 把这个坏的头切掉 我们就插进来 放在这里面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有大 有长 有小 请问如果均一架的话 请问这个公司要准备多少材质 多少材质 这个是工具 这个就是饼 我们这样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支撑 可以做前弯 伸展 所以这个也在我们身体里 对 这个在鼓鼓 就插到 把这个坏的头切掉 我们就插进来 放在这里面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有大 有长 有小 请问如果均一架的话 请问这个公司要准备多少材质 多少备料 才能够提供一个人 所以医生在手术的时候 那这里头最好的是哪一个 因为你刚刚说有大 有小 有长 最好的当然是陶瓷 这种啊 不过又进化到 黄陶瓷 进化到 现在最好的是这个 所以今天医生没有带来 学理上要超十倍的这个耐磨 所以说年轻人 你可以重新回到工作 对社会经济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建设的作用 所以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 绝对 好 来 骨科医师带来这个 是不一样的格西 对 这个是随内钉 这是什么 随内钉 骨随内钉 钉啊 钉子这么大一根 对 这个是放到我们的这个骨干里面 就是我们骨折以后 像这个 这个是小腿的 对 小腿骨折以后 这样打进去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 也是小腿的 对 那它就是说 这一次的争议 我想说这一次的争议 这有被调降价格吗 对不对 这个好像 有 当然是调降价格 调降价格 那现在医生带来 手上这两根是 已经都超乎了 上限价格的异材吗 不是 好 来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争议在于说 健保他调降这些价格 其实跟一些 比较年轻的医生 其实关系是没有很大 因为他这八大象 其实是一些 比较高贵的一些东西 可是为什么说 有很多医生 他们出来就反弹 那其实有一部分是 像说我看到的这个 FB上面最那个的医师 很多都是很年轻的 然后甚至有精神科医师 这些精神科医师 这个骨材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 好 那为什么这一次是什么愤怒 因为这个健保从以前 就是整个欺压这个医界 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他没有 医界没有任何的价格主导权 所有的价格都不会变 他就是他说一句 你就只能接受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是这个 是唯一的一个买者 唯一的 唯一的 唯一的买者 就是他父亲 你的技术只有他是唯一的买 就是说如果你要说 你不接受 不接受你不要做医生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对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因为他是唯一的买者 他是独家的 对 不像说在国外 他也许你不接受 他可以找别的保险公司 或者是自费或什么的 那在台湾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就想像说 为什么这医生会那么愤怒 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骨科最严重 就是说 他的手术的技术费 从二十几年前 健保到现在二十四年 对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对 没有调长过 你说手术费没有调长过 手术费没有调长过 那护理师也会不高兴 因为护理师 二十几年前到现在 他的病房护理费 从通通没有调长 现在没有人要做开刀医生 对 就会有这个问题 对 那你如果说为了病人 你要用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但他现在把价格整个给他 用一些平均化的这种方法来做的话 等于是说你在选择 这些骨材上的一些选择性 就会有问题 就没有办法选择 因为你 因为这个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这么简单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一支 对 我真的看不懂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一支 又为什么要用那一支 那 比如说这一支是 这支是健保 这支费 哪支是健保的 这支是健保的 这支 来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我们从来没有有机会 能够比较健保的衣材 跟自非的衣材有什么差别 看起来都是一根钉子 看起来都是一根钉子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 这支是健保的 对 这支的设计是50年前的 不是说 器材 医学人愈心愈意吗 对 这50年前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一条缝 所以这一种东西 哪里有一条缝 这一种有一条缝 对 这里有一条缝 来 给观众看 所以它这个制造上 是用压管的 就是用卷的 这有一条缝 对 那这个缝会怎样 它的强度比较低 对 你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完全实心的 就是铸造的 好 来 我们给观众朋友再看到 那现在 对 新的衣材是没有那条缝的 对 那健保 不用自费 就是说你完全不用花钱的是 有缝的 那你要自费的是五缝的 对 就是它有一些 然后它这个比如说 这钉子的头的方向 它有非常多的方向 那你在使用在一些 骨折的粉碎形式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这个是 健保会起伏的衣材 对 它只有这三个洞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对 而且它这个方向是斜的 对 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解释说 这生物力学 是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样的衣材 它在 这个医师在帮病人 打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的选择性会比较多 那它的治疗上 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那医生这一次 自费上线被砍了之后 像这样的钢钉 像这样的钢钉 像我手上这一根 它就会退出市场吗 或者根本就买不到了吗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一次的八大象 没有包含这个钢钉 没有 不过在前一阵子 这个骨髓内钉 已经被挑战过了 所以其实它上一次 已经被砍了 对 它已经砍很多次 它是上一波的受害者 它只是以前 你都没好讲 你就只能接受 对 都没好讲的 对 好 那产生一个问题 像这一支 对 像这一支 它砍那个架 砍到最后这个原厂的时候 那我退出 我不做 那你刚不是说 这是五十年前 然后现在健保有附的这一支吗 对 这支现在你手上拿的 也不是原厂的 可是它砍的价格低到一些 原厂说 我也没办法做了 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 或者如果说 国外缺货 它就不做 所以医生你意思是 手上这一支 不只是五十年前 而且还是 非原厂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健保用的是 有可能是非原厂 对 就是說 那你现在说 你要进来的话 你大概就只能说 非原厂的 它做一个仿的 大概可以用 那我懂了 所以原厂就 所以还是仿的 那来 那这又是什么 像这个骨板 像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 先看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特别 对 你看这个都是用在这个 这个都用在这个 公骨骨折上面 对 我拿这个会刷 听说都贵鬆鬆的 好 来 这个电脑 拿电脑 对 像这个也是五十年前的设计 这个是五十年前的 对 那这个蓝色的这个呢 那这个是 比较新的设计这样 那这是 你说这是放在 这个 公骨骨折 就这里吗 是这里 对 当然 所以 好像差很多 这个精致度就差很多 价钱差很多 差多少 价钱差非常多 我可以问一下吗 这个价钱 这个一个要六七万块 这个大概就是 很便宜 对 健保给付是这个 那这一次有砍到 这次没有砍到 不过它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 为什么就我刚才一开始讲说 为什么年轻医生会 或者是说这医疗提供单位 或厂商他们会不高兴 是因为 这很显然的 他会把这个价格逐渐的 也就是说这一波就算没砍到 你放心 下一波也会砍到 下一波也会砍到它 对 那你的选择性就越来越少 唇王齿寒的道理 那最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东西可能不见 对 像说我们常常有 其实有这几年间 这个随内钉就有一段时间 随内钉 这个随内钉有一段时间 这个工具缺了 因为工具也很贵 工具一组工具要好几百万 不是说随内钉要做手术的工具吗 对 它有一套工具 它需要用这个工具 把这个打进人的身体 那这套工具坏掉了 缺了 厂商就不补了 或者Size不全了 也不补了 对 这些东西都没有在 所以那没有工具怎么开刀呢 不补怎么办呢 不补它就用 看你用什么工具 你用什么工具去处理 这样子 医生有人打电话给你 那个手术的这个工具 不是 我还是很想知道 那没有工具 医生拿什么拿家里的 螺丝起这些工作 没有 它的工具可能有缺 所以你就要用一种方法 来帮它补齐 把这个东西弄好 像说你钉子 如果说少一个Size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 就勉强把它接起来 所以那些年轻医生 开刀也开得很痛苦 真的是这样 增加风险对不对 对 抱怨得要死 就是因为东西 这里缺 那里缺 所以以后我们开刀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说 医生工具有没有齐全 你可能将来需要做这个 台湾的医生很厉害 自己会创造 对 可是会 你这样越说越好越粗 为什么 因为现在健保给的 这是不锈钢的 这个唯一跟家里的家具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医 一个不是医 一个是医用 一个不是医用 刚刚你说这个是 那这个是什么的 用在什么地方 你看这个形状很像 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反正这个不锈钢的 就是健保附的 不然同时都是很好的 因为台湾是另外 再做一个加工处理 大家你可以看到这螺孔 这螺孔上面有车螺纹 这个没有车螺纹 车螺纹 对 所以它只有车螺纹的话 你的钉子就可以锁在上面 这个只能就是说咬住 它如果松掉 它就整个就松掉了 这样 所以我们很担心 虽然现在暂缓实施 但是昨天其实我们有邀请 欣赏科医师来 她说 红鑫 她还跟我赌鸡牌 她说 接着等到红虾鬼料 还是会实施 她说以前同病同仇 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这一次据说医界 对卫福部的信任感更低 认为过了风生之后 贵界的红桃料 仍然会实施 所以我们确实担心 台湾号称 地表上最强的健保制度 以及全球奇迹 有没有可能 在一波一波的健保改革之后 让我们的医疗品质大崩坏 我觉得大家听过一句话 你的岁月静好 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 你讲白一点 我们的健保 现在是在一个特殊的体制之下运作 医生要牺牲 心境的护理师也要牺牲 所有人都拿比较少的钱 做比较多的事情 然后人家跟你讲说 台湾之光 台湾之光 你还不能说 我不要台湾之光 我们直接讲 心脏课医师张胜南 他投书直接讲 说台湾这边在做这种 类共产制度 印度有先例 印度就是做心脏支架 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那个 看起来小小的 对不对 好 他设定一个上限 设了上限 结果怎么样 只剩印度本土产的支架 所有美制的 或是他国制的支架 全部退出市场 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 负担得起那样子的费用的时候 退出市场之后 没有竞争 消费者没有选择 根本不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所以你的产品就变差了 印度有200万的有钱人 如果真的要动大手术的时候 他们是非要外国去做的 那台湾这边 没有国外做 是 那还有再来有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其实是内行人才知道 台湾的学民药 一直有一个都市传说 现场可能这个骨科 或是其他科 没有用到这种学民药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但很多病患口耳相传 就是医生开给我是台厂的 学民药怎么比较没效 原来吃一科可以止痛 现在吃两科 吃三科 那我可不可以叫医师帮我开 美国原厂的药 开了之后就有效了 而且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去问医师 医师说 我们不知道 不行 我开了之后 会被请去喝咖啡 因为这个背后还有美 原厂药一定比较贵 那学民药是台厂酱 可是你明知道 我跟你讲有心境医生很悲惨 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说以前我在学校 就学什么药有效 能不能治好这个病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学姐 她进去实习的时候 学姐跟她讲说 这个药比较有效 好 等到她开始 可以开药之后 她开这个药 但是旁边另外一个学长 跟她讲说 学弟 开B 不要开A 因为开A比较贵 你会被约去喝咖啡 你会增加整个医院的管理成本 而且最重要的是 很多时候你开A 健保不过不合 你得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就知道 之前讲 为什么连精神病科 都出来反扑 我跟你讲 我们政府都说 出风修工 效果修工 没有这种事情 表明上是出风修工 但是效果不修工 公共路给我们教 对不对 出风修工效果不修工 来 我们来讲 手术费 诊疗费 其实这一次医界会大反弹 应该是 极牙很久很久很久 一次爆发 过去的事情很多 包括诊疗费 手术费不断的被压低 据说现在很多年轻医生 是不想开刀的 对 因为其实你像 我们现在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个百分比 是去做医美的 医美和牙医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自费比较比较高 因为它这个自费的部分 医美那个自费的部分 那个叫全自费 它是没有受到健保的管制的 所以你要逃出生天 你大概就去做医美好了 逃出生天不要让健保保 对 就是说你要希望你的技术 你的价值被看见 它就会跑到那个方面去 那像说你做这个 这个你就得在医疗 在健保的这个制度底下走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现在其实不只是说 这自费砍掉了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有一个东西叫DRG DRG就是这个 医这个你的病例 来决定要给你多少钱 就包医治 同病同仇 对 同病同仇 对 包医治这样子 那这个包医治是 这个价格怎么来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价格怎么来的 这个价格是依据几年前 它原来在那个时代 用的医疗耗用 去平均化做出来的一个 就它砍了一个平均化 大概是你这个 开这个治療用骨折 大概花三万块就可以 所以我总共给你三万块 不论你怎么开 都是三万块 那问题是 现在因为医疗已经进步了 所以你现在用的东西 跟以前不一样 你的技术不一样 你的手术更复杂 但是它没有跟到现在 它就一样给你三万块 好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现在如果用这个 有一些医材 都是它价格如果很高的话 它是算进这个三万块里面 三万块你就赔钱了 因为我一样给你三万块 可是事实上 你耗用资源四万块 那现在就多花了一万块 这一万块在私人医院 因为有的是要扣医师的薪水 所以我们以前开刀 这常常开刀 我开完刀以后 是没薪水的 我还要倒扣薪水 你开完刀 就还要被倒扣薪水 对 因为你超过那个DRG 你越好好的帮病人处理 你可能 你任性帮病人处理 对 你的耗用资源就越多 你耗用资源越多 超过了他原来 你自己贴钱帮病人开刀 你要贴钱帮他开刀 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这个大家觉得说 这好像医生好像很好赚钱 这其实不是 他那个手术费低到 这是很夸张 但我们大概比这个 做头发的可能好一些这样而已 或者是比他们还要低一点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实例 我举个实例好了 我们开个角的这边的手术 可能是五千点 那医院通常他会分 五千点是可以拿到多少钱 就是五千块以下 五千块以下 因为他可能还要打一个九折 对 因为他要打一个九折 可能乘0.8 0.9 还看你表现好不好 对 有没有符合医疗 这是付给医院的 对 我去染个头发都要六七千 对 还小费 不是 我说真的 因为染个头发 剪个头发 洗个头发 我有一次去剪 染 洗 他跟我说八千 对啊 是啊 是这样 是医生这么严价 你也可以去跟他抗议 可是你不会去抗议 你还觉得 开脚的 可能只有五千块 五千块不是给医生 是给医院的 五千点 他再乘一点五千 扣一扣 他五千块里面的三层到四层给医生 所以大概你就分一千多到两千块 我帮你开脚 我可以收到两千块 好不好 这收入好吧 你别这样问我 我真不好意思给你开脚了 我要是知道医生只拿一两千块 这个是相当不合理的 而且还会倒扣 这个是 还倒贴就很容易过 所以现在医界 陈时中不要以为医财风暴在暂缓之后 风暴已经平息了 另外一个更大的风暴是 医界说我们要拿回定价主导权 对 要一次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今天你说暂缓 我们够好摸头 我们够点去 如果医界能够拿回定价主导权 是不是就代表将来 我们的医疗品质会提升 会更好 但是是不是也等同于 我们健保更快破产 没有错 因为台湾的健保就是包山包海 可是有一个非常敏感的 从来不提 就是你医生的服务 的费用 拿到台上来谈一谈 要多要少 有没有专业的 不是 如果不谈的话 我真不知道 他才拿一千多 因为祖祖和我姊妹说 我妈都说第一位兵第二位 做医生 医生最好谈 我有一个小侄女 立志要当医生 那糟了 我回去要跟她讲 那考虑一下 对 刚刚朱院长讲的是顺利出院 如果万一住超过的话 就是轻病重住 那就倒扣 如果三天以后 他觉得这个丁口有问题 这个伤口有问题 他从急诊室来 一挂号开始 那个挂号的钱 医生处置的钱 电脑不小心输进去了以后 就从你总额再扣掉 他回去两个礼拜年 又发现有问题 发烧或怎么样 又住进来 结果检查 如果是肺炎 那就没事了 如果是刚好 会跟伤口有相关的感染 他认为就是你单一疾病给付 现在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产生了后遗症 所以这要包裹 所以你刚刚五千块没有 就全部去付 他那两个礼拜 又再扣扣扣扣 对 所以再住院 三日再住院 两个礼拜再急诊 医生挫一旦 所以台湾的医生 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这个病人出院以后 你每天在医院门口就祈祷 三天不要进来 两个礼拜不要再住院 否则倒扣回溯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在回诊 会给医生这么大的压力 甚至你们都不晓得 不是 你刚刚听这些现象 有没有发现 所有这些大型医院 每年财报出来的时候 赚的数字 都是以亿在计算 对啊 所以医院本身是赚钱的 医生本身是辛苦被压榨的 所以医院他们讲的 每一个地方都在跟他们计较 所以呢 但是医院现在好像也不好赚了 我那天看财报 很多医院他们的毛利只剩下 4% 5% 也是毛三到四了 所以这个现象呢 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 好 那我看到媒体报道 我搞不太清楚 据说呢 医生最担心的是 当你做完手术去申报之后 事后被删啊 踢退 这个字叫踢退 就踢退 是所有的医生最痛恨的 什么叫踢什么 踢退 踢退啊 叫踢退啊 我叫河山 河山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手术我已经做了 那你给我踢退 就要我怎么办呢 他因为他是 你没有跟他 因为像说这个 我们比如说 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肺协会里面 我们的医界代表 只有占了少数 所以任何的费用 都要经过这个肺协会的这个 才有可能又会改变 再加上这个有DRG这个 还有总额 这又有两个帽子 把你盖住 对 那这个帽子盖住以后 基本上 医界已经没有任何的 溢价权 没有任何溢价权 所以你在没有溢价权的 情况之下 他不给你钱 你大概也就摸着鼻子 就说那就这样吧 或者你写一些理由 写的文情并骂或什么 大概是一样不理你 所以据说 因为这样很多医院被迫 多申请一些 对 那就是 那个就是要福报 福报是要 福报是很危险的 被抓到之后又说黑心医院 对 我举例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 骑脚踏车 双侧的膝盖擦擦 泥巴一大堆 到急诊室去 他给你做两个膝盖 都把你包得非常的干净 请问能抱两只脚吗 当然啊 我包两只脚 不是就包两只脚吗 一只 是同一器官 那你去抱两次吗 就阿娟去两次 抱两次 可不可以 不会过 他的定义就是 是同一器官 我左膝跟右膝 会想一样吗 所以医生会不会说 阿冠你这次我先帮你包一只 你明天再来 我再包另外一只 会就要吗 医院有集合的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 我相信也不会这样子 这个台湾医界最重要就是内部的控管 所以让大家可以在医疗的品质上 达到一定的保证 当然我相信他们的医生不会 可是医护人员 受的训 花的时间 大家礼拜六礼拜天去玩的时候 医生就是要排课 光医学伦理课一年要上多少 一百八十个钟头 医学伦理 我们要把病人治疗到身心还有灵 这超高境界 突然之间觉得好亥言 我们的工作轻松多 不要再抱怨 人家医生多辛苦 所以我相信医财风暴不会就此歇息 后面也许还有更大的风暴 tropical还有热療 继续的活动 亭 充滅 继续的活动 词